康熙正躺在床上看书 营帐外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康熙就纳闷了 为什么总有刁民想害人 正想着大阿哥提刀冲了进来 康熙的神经围之一紧 不会是他吧 大阿哥留下侍卫提刀出去查看情况 康熙毫无惧色 吩咐侍卫们帐外伺候 自己则继续淡定的装逼看书 大帐外隐藏许久的海公公终于忍不住了 一出手就是杀招 海公公火力全开 一刀一个小朋友 不多时刺客就全部被剿灭了 大阿哥领着康熙来到案发现场 挑了一个睡姿最嚣张的刺客 揭开面罩一看 哇 老熟人呢 哦 朱慈炯 原来也是个老头子 随即又在朱慈炯的身上 揍出了年轻帅气的自己的画像 康熙顿时就释然了 当即吩咐后葬朱慈炯 这时 李光帝神秘兮兮的来笑康熙 他也从刺客中发现了一个老熟人 看了被抹了脖子的戈里 康熙不淡定了 当即下旨 没几日 康熙凯旋的队伍就快到京城了 而此时路上却出现了一帮白衣人 康熙一听这话当场愣住了 呆呆地望着京城的方向 前几日刚遭遇索额图门人阁里的刺杀 这又接到笑装苏玛离世的恶号 康熙的脑袋嗡的一下 直接倒了下去 凯旋的队伍立即变换阵型 换上白衣挂了白帆 远迎皇家的索额图还没走到皇上身边 就被张廷玉强行送到了监狱 明珠在一旁幸灾乐祸 索额图背着手默不作声 索额图坚持着最后的倔强 礼貌地回敬了明珠 可明珠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他问眼前的张廷玉 听玉啊索额图犯的什么事啊 晚生不知道 听玉啊既然他进来了 我就该出去了吧 晚生也不知道 听玉啊我跟索额图中间不良力 不能关在一个牢里啊 晚生确实不知道 明珠一看张廷玉低嘴不漏 不禁感叹 张廷玉说着就要撤 明珠却扯着嗓子给自己懒活 相对于张廷玉的一问三不知 李光帝的嘴巴就有点欠了 他先是去了趟太子府 告诉太子应该尽快和索额图划清界限 赶紧弹劾他 没想到话刚说完 太子就变脸了 放电信 满腹祸心 你以为我瞧不出来啊 滚 快滚 李光帝在太子这儿 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转头呢就去找康熙 借下了审理索额图的差事 因为他知道这里面少不了太子的事 请问李大人 你是在审讯老夫啊 还是拿老夫做幌子审讯太子啊 这个棚头购面的老头是康熙的老丈人索额图 他拴着脚铐亮亮腔腔的走进法院 负责此次庭审的大法官张廷玉 上来就给了老头一个恩典 索额图念你年高 免贵赐作 索额图刚坐下 屁股还没暖热 太子就要宣旨 只能又站了起来 普通跪在地上 圣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 无论你犯什么罪 皇上都只会恨你 不会杀你 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交代罪行 让皇上知道就行了 罪臣灵止 一切准备就绪 附诸神李光帝居然抢在太子前面 开始问话 隔离勾结诸山太子 引兵夜袭皇驾 这是不是你策划的 太子一听当场就惊了 咱不是商量好了 先问小问题的吗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索额图倒是淡然坚定地回答 不 隔离打你不到 罪该万死 但夜袭的事与老夫无关 不信你让他和我对质啊 看来你已经知道隔离死了 而死人是不会说话了 索额图是咬死自己不知道 李光帝当然不会青年放弃 这个问题不行 咱就换一个 索额图上次皇上习征的时候 偶感风寒 你居然蛊惑太子提前登基 到底是何居心 索额图又是一招乾坤大挪移 请问李大人 你是在审讯老夫啊 还是拿老夫做幌子 审讯太子啊 好嘛 索额图是一句话也没交代 而堂上的主审就先打了起来 第一次听审就这样尴尬而草率地结束了 很显然 这完全在康熙的预料之中 索额图这辈子 审过不少奸人 断过不少重案 我看你们哪 恐怕是审不动了 李光帝一脸委屈 索额图既狡猾又厚颜无耻 臣斗胆建议用刑 是吧 太子一听这话当时就急了 儿臣不主张用刑 索额图年纪大了 一旦用刑可能就挂了 他辅佐朝城四十年 不管有没有罪 都已经是快入土的人了 何必在意酷刑侮辱他呢 儿臣如是索额图的话 非得 非得怎样啊 非得咬舌自尽不可 康熙一听有点冒火 但转念一想 李光啊 你的这番话令朕感动 索额图即使有罪 他也是你的外公 我的乐障 朕是个重情义之人 也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康熙说着话 还谐言瞟了一下李光帝 其中意思不言自明 小伙子 你很绝情嘛 康熙虽然拒绝了 李光帝用刑的敌意 但索额图还得审 怎么办呢 突然 灵光一现 一个老改犯的身影 越来越清晰 对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华瀚去查好汉 让英雄去查英雄 让好汉去查好汉 你 盛世 这就叫 遗毒攻毒 昔日的名相 神训昔日的所相 你说痛快不痛快啊 痛快 看着堂上带脚料的主神官 作恶徒震惊了 指着自己的鼻子 张着嘴 瞪着眼 惊讶得半天没回过神 可明珠已经入了戏 他把金堂木猛的一拍 左额图 你窃居朝政四十一年来 先后犯下不赦之罪二十八款 比我明珠还多出整整十八款 作恶徒的头崩的一声 搭拉着脑袋 瘫坐在凳子上 屏风后的三位奸神 细笑颜开的 将过程一一记录在案 作为同伙家政敌 明珠对作恶徒的罪行 可谓是如数家珍 不用任何询问 直接把开关挑到武党 紧跟着就是强力输出 其一 其军篡政 结党谋逆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时期 你勾结党徒在家里密谋 捏造罪名 诛杀朝臣 是不是你干的 第二年八月初六 你在上书房门廊下 安排党徒捏造罪名 攻剑督察院九名玉使 最后裁撤五人 流放两人 彼此一人 是不是你干的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九日 皇上习征起见 你更是胆大包天 竟敢说皇上快不行了 并唆使太子篡位 是不是你干的 康熙途都快疯了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在我家安监控了 此刻他底气全无 只能嘶吼着死不认账 误蔑 假的 全是污蔑 明珠得意地凑过脸来 淡定地嘲讽着 你惊慌了 害怕了 无助藏身了 是不是 康熙途将弹劾的奏折 狠狠地摔在地上 咱不怕你不认 你的那些好事 我还是同谋呢 作为污点证人 我可对你的事 一清二楚 明珠晃晃悠悠地 走到摄像头前面 随即进入自爆模式 康熙三十年中秋节 我到你家赏月 你倒好 把朝廷大员一扒拉 就打算搞掉反对你的人 我是一个劲地劝你啊 要暗度陈仓 偷粮换柱 没想到啊 你更狠 收了下面的贿赂 直接罢了三位巡抚的官 哎哟 老夫现在想起来 还心惊肉跳呢 你这事啊 你是主谋 老夫是你的从犯 则徒听到这儿 那是真急了 你是你穿着老夫干的 别急别急 别急啊 别急 还有呢 康熙三十八年 正月十八 你到我家里 上手就给我掏了两张 五十万两的银票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但是吧 你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老夫 保守你腐蚀拉拢 老夫就是被你害的 一步步堕落地 两人说着说着 最后竟然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 好似已经没有什么 能比说出埋藏内心多年的秘密 更爽的事情了 他们是舒坦了 可唐后坚审的太子 却下的是满头大汗 他知道这些事 要是捅到皇上那儿 自然会拔出萝卜 带出自己 天知道会掀起 怎样的滔天巨浪 那么康熙到底会做何反应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剧油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师之离 先行败谢了